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第五 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呢 男女运动员的比例是19比12 后来组委会决定增加女子艺术体操的项目 那么就会有女子艺术体操的人来参加了 这样的话男女运动员的比例就变成了20比13 后来又决定增加男子象棋项目 这时候的男女比例就变为了30比19 这个组委会考虑问题也太不周全了是吧 变来变去的比是他 已知男子象棋项目的运动员比女子艺术体操的运动员多了15人 问总运动员的运动员的总人数为多少 也就是都变完了之后 所有的运动员搁在一块一共有多少人呢 那好了给了这么多的比例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例说的都是件什么事吧 第一个比例说的是什么呢 男女运动员的比是19比12 最开始男运动员比上女运动员 他的比例应该是19比12 后来增加了女子的艺术体操项目 这个比例就变成了20比上13 那在这儿我要问问同学们了 当你做了一些变动之后 那么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谁是变的 谁是不变的呢 男运动员没有变 男运动员没有变 但是女运动员发生了变化 好那我用个比一品来表示变化后的女运动员 那接着第三个比例又是什么呢 30比19 这个30比19又是谁和谁的比例呢 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呢 是啊 那这时候跟第二次相比又是谁变 谁没变呢 男运动员变了 男运动员变了 那这时候该男一品了 而这时候的女运动员呢 没有变 没有变 是不是原来是多少 现在还是多少 对不对 是的 好了 给了三组的比例 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了 这三组的比例 能不能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题目当中 看出来这三组全部变的 有吗 没有 没有 那怎么办呢 三组全部变的 没有 但是同学们 三组全没有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来找一找 两组不变的 有没有呢 有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当中谁不变 男运动员 那原来是19 这是20 那应该是 380 哎呀 这个有点多了 对不对 是的 应该是380 那当然了 这个是扩大了20倍 那么这个呢 也得扩大20倍 变成了240 对吗 是的 那下一个 这是20 他要想保证不变 那他也得变成380 那这个13要乘以多少呢 嗯 乘以19 那得几呢 247 247 从这儿同学们也能看得出来 男运动员一直都是380份 但是女运动员就有240变成了247 当家了7份的人 对不对 是的 那接着再来看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当中谁是不变的呢 嗯 是女运动员了 原来是13 后来是19 那要变成多少呢 嗯 那应该都是1319 算一下 247 哎 这道题 他出题最巧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你会发现13和19求最巧公倍数的时候呢 他就等于247 那好了 那同学们看 这时候他乘以13得到247了 那这个呢 就变成了390了 好了同学们 在这儿我们会发现了 原来是380比240 后来增加了女子艺术体操项目 结果女子的人多了7份 变成了247 男子的不变 再后来又增加了男子的象棋 男子的人就有280变成 380变成了390 那就增加了10份 但是女子的人还是247 没变 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保证在这三组比例当中 同样的人是同样的分数了 所以三组比例可以放在一起来进行计算 那又知道 跟具体人数有关的可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男子象棋 这个运动员比女子艺术体操多了15人 男子象棋在哪呢 就是多的那10份 女子艺术体操是那个7份 换句话说 男子增加了10份人 女子增加了7份人 结果多了15人 那能说明什么 10份比7份 多呀 多的几份呢 多了3份 结果多了15人 那说明一份应该是 5个人 好了 那总人数是多少呢 在这提醒一点点 豆子同学说了 那简单 30加19乘以5 相信有不少同学是这个答案的 但是这可是标准错误答案 为什么呢 同学们 你想一想 你这时候的一份指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吗 不是了 是后来的了 而后来的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 就是390和247了 所以这时候的一份5人 你要乘的应该是390与247的词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解题过程 开始的时候19比12 后来20比13 再后来30比19 根据不变的 可以把比例正好同比成 380比244 380比247和390比247 那么多的这个十份跟七份差的三份就应该是15人 一份是5个人 所以总的人数是3185人 可以说这个摊会的人数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呀 那么这道题呀 同学们会发现了 它有三个量 但是在这三次比例当中 共同的一直都没变的 找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两次之间的变化来找到它们不变的 从而把比例统一 那么在比例用题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思想 也就是这个找到不变量 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我们下一道题目 某区参加数学竞赛的男女生人数比是4比3 结果呢有91个人获奖了 在获奖的人当中 男女生的人数比是8比5 那么在参赛的总人数当中 有一部分人是获奖的 那么剩下的呢 那就是没获奖的呗 没获奖的男女生的比例是3比4 问这个区参加数学竞赛的一共有多少人 好了又是给了一堆的比例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开始的时候是4比3 这是总的对不对 是的 然后在这总人数当中会发现有获奖的 有未获奖的 那获奖的时候男女生的人数比是8比5 未获奖的是3比4 这个还知道一个 一共有就是一人获奖 好有了这么多的条件 那下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这时候能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不变量呢 或者先看看你有什么是已知的能求得出来的 3比4比3 获奖的那个参加比赛的男生和女生人数 这你都能知道是多少啊 不是4比3吗 那是多少人呢 获奖的是91人 那就是获奖的男女生 这里边有了一个关键的人数对不对 具体的人数是91人 91人是谁呢 是获奖的总人数 而我们知道在获奖的总人数当中 男女生的比例是按8比5来分配的 那这91人按8比5分配 那男生多少 女生多少呢 男生有56人 女生有35人 男生应该有56人 女生应该有35人 因为按8比5一共13分来进行分配的 好了 那么到了这儿 我们会发现56和35是具体的人数 后来它变成了3比4 这个能看出什么来呢 总人数 被获奖现在还有两个比例 4比3 3比4 这是总人数 这是被获奖的 他们有什么不变吗 这两个男生不变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有获奖的 对吧 是的 总人数去掉获奖才是被获奖 女生不变 也不是 总人数 也不是 差 不是 啥都不是 那我的不变量从哪找啊 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在这儿 同学们会发现了 能够找到不变量的题目 当然非常好办 那就直接去找不变量 但是如果找不到不变量 这个题我又如何来解决呢 那在这儿就要用到我们刚刚最最开始的时候 就要老师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一个工具了 那同学们来想 原来是四比三 对不对 我 我特别想知道最后应该有多少人吧 男生是四份 女生是三份 我如果能够知道一份是几个人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知道走人数是多少 是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很希望他知道啊 那怎么办呢 我特别希望知道他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又特别希望用到他 那这时候 是X杯 换句话说 四份和三份 我可以把一份设成X人 那么男生是四份 男生就是四X人 女生是三份 那么女生就应该是三X人 那同学们 参赛的总人数当中 男生是四X 其中有五十六人获奖了 那么剩下的应该是多少人 如何来表示 嗯 四X减五十六 好的 这是未获奖的男生 对吗 那一共参赛的女生是三X人 女生有三十五人获奖了 那么女生未获奖的人数应该是多少呢 三X减三十五 三X减三十五 而我们还是到一个条件 到现在为止 还有谁没有发挥作用呢 嗯 三比四 三比四 就是未获奖男女生的比例 换句话说 四X减五十六 跟三X减三十五的比例 就应该等于 三比四 哦 这是个什么动动 嗯 比例方程 比例方程 那同学们会不会解 会的 把直接打算 内向成绩 外向成绩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般的方程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解题过程 设获 就是获奖的男生和女生啊 都能算得出来 然后设参赛的男生 四X人 女生 三X人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一份设成 X人 那么根据比例方程 可以解出来 X等于17 也就是一份是17人 而参赛的总人数是4X加3X 七个17 所以最后参赛的总人数是119人 那么在这儿 翟老师要跟大家说了 实际上在我们的比例的题目当中 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 能够找到不变量的题目 其实并不普遍 那很多的题目都是找不着这种不变量 或者说不变量隐藏的非常之深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前后两次的比例 以及它变化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用今天所学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比例方程的办法来解决了 它在解决比例问题当中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好用